要防範中俄衛星的干擾攻擊 日本自衛隊打算強化衛星通訊功能 從今年三月開始 就利用美國太空探索公司SpaceX開發的 星鏈衛星通訊系統來進行測試 不排除從二零二四年四月開始 要正式來使用星鏈服務 說到中俄兩國對他國衛星運用 電波干擾裝置 妨礙他國衛星運作的影響 日本自衛隊從今年三月開始 利用美國企業開發的星鏈衛星通訊系統 進行測試 為了防範中俄衛星的干擾攻擊 可能會造成自衛隊通訊衛星 癱瘓無法及時部署部隊 日本防衛省在今年三月 透過代理商簽約 開始測試星鏈服務 將衛星接收器等通訊器材 配置在陸 海 空三種自衛隊的部隊 基地 住房地等共十個地方 以進行軍事訓練的方式 來檢驗是否有運用操作的問題 星鏈衛星通訊系統是由美國企業家 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SpaceX開發 是一種距離地面五百五十公里 在靠近地面低軌道上 連接許多小衛星運作的通訊系統 即使其中幾個衛星遭到破壞 也能夠持續通訊 過去就曾經在俄武戰爭中 協助烏克蘭的網路通訊 這是日本防衛省在發射兩座自行研發 離地三萬六千公里高的X頻段通訊 衛星之外 自衛隊首次利用民間企業開發的 在地軌道運行的衛星星座 由於日本防衛省曾經在二零二二年 表明要參加美國主導的多國共享防衛 通訊衛星等框架 目前正在積極辦理加入手續 推動跟盟國友好國家合作 因此不止信任系統 日本預計在今年內 跟其他提供同樣服務的企業簽約測試 通訊功能之後 在下一個財報年度 再決定使用哪一家的服務 因此也不排除在二零二四年的財報年度 正式使用信任服務 關西媛前訊變異